荣祖儿和TWINS出席品牌发布会 Joy透露去年工作太忙 最近在看中医调理身体 因为前阵子应该是有半年的时间 我都处于一个非常的亢奋的状态 必须要的因为我的过于唱片 然后就工作不断飞来飞去 然后自己就是把自己的精神状态 拉扯到一种晚上就算是很累 但是也睡不着的感觉 但工作的档期依然是排满 而且今年还要开演唱会 更是要好好照顾身体 我自己的宁愿就是 能够在一个非常上升的状态里面 完成自己的演出 也不要硬撑破什么纪录 一定要开比以前自己多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意思 最重要就是每一场都是让大家看得开心 不是他现在声音都杀了 就看到心疼了那种感觉不想 那新一年会不会也想在爱情方面努力一下 这个真的不强求 因为这个就是人生的优先思绪里面 排非常低的 而且我觉得以我的性格是比较难了 因为我是一个以工作为先的人 那去经营爱情呢 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 很多很多的心思 所以就看缘分吧 最近流感肆虐 阿娇也不小心中招了 老公有没有好好照顾你啊 她现在不在我身边 她要上班 对我都有给她一些眉眼 我现在就很害怕传染给人家 不会 我有她的抗体 在我体内 好甜哦 Twins的感情真的太好了 阿娇之前生日时 就说比起老公 更爱阿娇 这样就是必须的 我也比较喜欢她 我没有机会的说这句的 阿娇说今年会到台湾过新年 第一年发红包有没有准备够啊 对我想了一个机灵的方法 就是派台币 那感觉很好嘛 就两百 就感觉多一点 好像台湾的红包是厚一点的 是吗 对 我没发现 可以放很多张在里面 没发现 其他人不说 阿娇那包一定很大包吧 香港报导